嗨大家好 接着上一节课 我们继续来讲如何在动力学当中 模拟西瓜沙画的动画 那现在呢 这个模型我们就做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把它放在动力学当中模拟一下 就在SOP当中准备数据 好像是准备水泥大沙 然后呢 把它放在DOP当中去模拟 DOP呢 就类似于搅拌机 我们现在呢 添加 POP Network POP 按点键确认一下 点击 就激活一下 进入内部 我们看到这里呢 会有Dynamic Dynamic就是动力学的意思 我们点击SAUSE POP SAUSE 就是来源的意思 我把它呢关掉 那现在我们播放 没有任何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播放的下边会有一个秒表 我们点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真实时间播放 那现在呢 什么都没有 因为呢 它的发射类型 是基于它表面撒点来进行发射的 我们改一下 改为AirPoints 就基于它所有的点来进行发射 那现在我们播放 每计算一次 它就会把这个西瓜的所有的粒子 就发射一遍 很明显 我们只需要发射一针就行了 我们找到BURTH 就是出声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激活发射的意思 它是一直都激活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打一关一针 比如到下一针之后 我们就让它不再发射 或者呢 我们经常用的 就是输入一个表达式 按照西瓜键 加上4 就Dollar的意思 FF 就大写的F 等于 就双等号 等于1 那它的意思呢 就是当前针等于1的时候 它就发射 只要不等于1 它都不发射了 播放 我们看到它并没有任何变化 那这个时候 我们添加一个重力 按Tab键 我们输入Grate BRA 就重力的意思 我们拖着它 放在这个地方 再来模拟 我们看到这些点呢 它就落下去了 因为呢 它并没有一个碰撞平面 所以呢 它就会一直下落 我们现在呢 添加一个碰撞平面 添加March 按Tab键 我们输入Ground 就一个地面的意思 我把它呢 拽过来 点一下March 我们看到这里呢 会有箭头 我们点一下 我们把这个平面呢 放在左侧 那这个时候 这个地面呢 就会影响这些粒子 也可以呢 把它向下一点 我们再来模拟 OK 它就会落下来 但是呢 粒子和粒子之间呢 是并没有碰撞的 如果说我们想让粒子和粒子之间有碰撞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节点 就在Pop里边 会有Pop Green Green就有谷物的意思 我们点一下 把它呢 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呢 粒子和粒子呢 就会有碰撞了 玩模拟 我们看到啊 它现在非常混乱 因为这个粒子啊 它并没有一个大小 我们按键盘的U键 可以跳出去 或者呢 点击这个地方 进入Stop里边 我们点击Point from Volume 那这里呢 会有Add Secure Attribute 它意思呢 就添加一个缩放属性 把这里的2改为0.5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动力学就会知道 这个粒子呢 到底是多大的 双击就用里边 我们再来模拟 粒子和粒子呢 就会有碰撞了 只不过呢 现在这个效果呢 并不好 我们需要把子不符呢 给它高一点 我们点击Pop Server 这里呢 会有最小子不符 我们把它改为6 就让它计算精度呢 高一点 再来模拟 投放 我们看到这个效果呢 就好多了 我们点击Pop Green 我们把它呢 改的稍微高一点 那这样的话呢 就好像是它的摩擦力 变大了一样 再来模拟 那现在呢 粒子和粒子之间 非常松散 并没有一个相互的粒 我们看到这里呢 会有Clamping 我把这个全柱呢 改为1 那这样的话 离得近的粒子啊 就好像是有一个 吸引力一样 聚在一起 把鼠标呢 放在这个地方 向下拖一点 向前推呢 就要out 加上鼠标右键 我们看到这个效果呢 还可以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些粒子 它是一起落下来的 我们现在呢 添加一个vax 来设置一下 PopWango 那这个节点呢 是专门添加vax的 有一些简单的代码 我们直接输入一个属性 i add stop 等于1 再来模拟 我们看到这些粒子呢 并没有落下来 那这个代码 其实就是告诉软件 这些粒子 它要停下来 我们再添加一个判断 如果 add frame add frame 就是当前针 大于30的话 我们就让stop 这个属性是0 就原本来说 它静止的 当它超过这个帧数的时候 它就开始运动了 再来模拟 我们看到 它已经起作用了 那现在它的判断呢 是基于时间的 我们能不能让它 基于点上边的一些属性 我们来操作一下 那这是这些点 我们现在呢 介绍一个非常有用的节点 叫做paral source supply 那这个节点呢 就用来生成一些 蔓延的属性 那上边呢 就可视化 我们点击temperature 就温度 我们现在播放 它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性 点一下 我们看到的 就是temperature这个属性 如果它没有出现的话呢 你可以右键一下 我们勾选temperature 它模拟 它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节点呢 它其实就是模拟 真实的那种燃烧的 温度蔓延的感觉 首先呢 我们设置一下 起始的温度 按type键 aw 我们添加一个代码 看到代码呢 大家不要害怕 因为呢 我们在胡迪尼道中 这个代码很常用 但是呢 用的都不是那么复杂的 我们现在呢 框选一下 我们看鼠标 我们框选的是点 我们现在呢 把这些点 设置一个初始温度 add temperature 这也10 就红色的地方 它的温度是10 我们看下边 会有冷却的速度 我把它改为0 因为火焰燃烧之后呢 会产生温度 这个火焰呢 本身也会冷却 我们把它改为0 就这个火焰呢 它就不会冷却了 模拟 我们看到 就会有这样一个 生长动画 我们想要它 生长的快一点 就把搜索的半径呢 改的大一点 生长的速度 改的大一点 再来模拟 我们看到 它就会蔓延到快一些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它这样的 我们展开 把这里 稍微往上提一点 就让它这个对比呢 不要那么明显 再来模拟 如果说呢 我希望它的边缘呢 再细小一点 我们把这个元素呢 给它小一点 我们看到这个边缘呢 是这样的 还再小一点 那现在呢 会有一个问题 就通过这样的设置 它是不够程序化的 比如说 我们让这个点的数量呢 变化一下 我们看到 我们框选的点呢 它就发生变化了 因为这个点的序化 已经发生变化了 那现在呢 我们让它变得 更长序化一些 我们创建一个球体 Sphere 添加 Transform 变得小一点 显示它 我们点击这个地方 它会变红 变红之后呢 就是我们可以模板化显示 就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球体 然后呢 我们点击Transform这个节点 我们就可以操作它了 我把它呢 往上面抬一下 我们把这温度呢 给这个球体 那上面这点呢 就不需要了 我们让这个球体 有一个温度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传递过来 Addity Transfer 我们把这温度呢 传递过来 因为传递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半径嘛 我们把这半径 叫Distance 改它小一点 这个球体呢 也可以改变位置 比如说呢 刚开始就那么一点点 我们再来满沿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比较程序化的效果了 我们把精度改得高一点 稍微往下一点点 我们看到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完美也行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简单操作一下 那现在呢 等于说我们有一个温度的属性 在蔓延 先将No 我们日记的改号名字 等于说呢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数据 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据呢 导入在动力学当中 我们进入动力学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引入一下 我们点击POPWANGLE 我们点击INPUT INPUT1 我们设置一下 SOP 我们选择一下刚才的节点 我们点这个地方 我们找到GAMMTRY1 然后最上边呢 会有ALT TEMP 双击 等于说我们把这数据 在动力学当中引入一下 我们现在呢 把刚才导入进来的点的属性 读取一下 创建一个变量FLOOT 任意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TMP 等于 我们读取一下 刚才的属性 POINT 使用POINT的函数 0 就刚才的第一个端口 什么属性呢 就是TEMPERATURE属性 一定添加一个双引号 哪一个点 Add PTNumber 加一个分号 读取属性之后呢 我们再来判断一下 如果说 TMP大于 比如说0.9的话 我们就让它拿落下来 其实呢 非常简单 就是把SOP里面的数据 导入在DOP当中 然后呢 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温度 大于多少 我们就激活它 就好像在地面上呢 我们有一些水泥大沙 我们改变一些配比 那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据 引入到这个搅拌机里边 我们再来模拟看一下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首先呢 我们做这样一个西瓜模型 然后呢 我们继续这些点 我们做一个属性的蔓延 这样的 当然呢 这个蔓延 我们可以任意地去改变它 比如说呢 我们改变个类型 改变一下大小 都是可以的 我们往里看一下 蔓延的形态 就是粒子落下来的形态 速度呢 可以慢一点 我们激活动力学 再来模拟 我们看到非常方便 也非常简单 那好 关于动力学的模拟 我们就讲解完毕 下节课 我们再来讲解 如何在Karma渲染器当中 来进行渲染 我们下节词